大家好呀 我是盐盐 看见我这两个是在干嘛吗 有一个朋友肉肉已经挑过了 已经脱土亮了很久了 然后他说他想要亲人类和万年草 这两样呢 又是要等到那个就是发肉肉的时候 然后才送的 不然会干掉 这会来找 大家下次就是在那个 我挑肉的时候 或者还没有开始挑的时候 你们记得给我说 因为现在个肉肉多了 又长得大同小异的 你看嘛 这么多 我一盘一盘的找 还是挺恼火的 你看这到处都是肉肉 一盘一盘的找 找哪个是你的名字 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 你们要是要亲人类 万年草 这些家里的一些小的 自己我自己夜叉的那些 你们提早给我说一下 不然的话这个真的太太耗时间了 也不是说盐盐舍不得送 主要是太耗时间 你看嘛 像这个朋友就是 还没有挑的时候就给我说要送 然后我就贴了一个标签贴在这里的 找呀找呀找朋友 找他一个好朋友呀 金戈里呀窝窝手 真的不知道 这个太难找了 他有一颗白牡丹 白牡丹比较少 其他的品种倒还挺多的 我们直接来找白牡丹就可以了 没看见呀没看见 今天我们在安那个厕所的门 安好了这有一颗白牡丹 但是这个不是他的 这个你看嘛 这个朋友也是写了顺万年草的 看嘛这个朋友 这里有点反光 我在理智书下面 这个朋友是这些肉肉 接着去找 每一次是最害怕找肉肉的 像朋友们说了 我就得立马贴个标签 或者是拿个本子记着 不拿个本子不贴个标签的话 我包在一会儿我就给忘了 所以说有时候就是个别的朋友忘记的 你们也不要生气 下一次你们又记得提醒我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这一次的肉肉 因为都是大肉肉嘛 晾的时间可能稍微要久一些 尤其是现在天气渐渐热了 大家发货的话就不要着急 可能要晾五到七天左右的样子 才能给大家慢慢的发 从明天开始就第一次那个的 就是选的朋友就应该就可以发了 这会儿我又去挑肉肉去了 每天就是反正要干的事情还挺多的 看我这小兔兔里面的那个黄金万年草 之前感觉就像要挂了一样 你看遮起阴南一下子就开始长茂密了 这是今天上午配的肉肉 这会儿接着来给大家配 这一次的呢都是一些大肉肉 还有喜欢小肉肉的朋友在等我两天 等我把大肉肉弄清楚了 就去给大家挑小肉肉哈 这里是给朋友们挑的纸乐 因为大棚里面的纸乐 就不是特别好了 所以说把家里面装了这个大盆的 自己叶叉长那么大的大盆的纸乐 给大家挑在里面的 当当我们家的厕所好了 这次刚刚那个师傅过来挨门了 把这个门挨好了 终于我们家有厕所了 这边还没有收拾 我老爸说把这边刷白 我说不要刷白了 在农村刷白了奇怪 我做了两个厕所 然后这边一个台子 这是我老爸弄的 勉勉强强吧 反正现在有一个遮的地方了 虽然有的地方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也辛苦我老爸了 两个厕所 我老爸好像这会儿在后面接水管 在那后面 看一下 看得到 到了 到了 到了下午时间 大家知道我拿着多地名要干嘛吗 今天又晒土了 春天的最后一次 就是这个叫什么 半土 最后一次了 半完了 反正就是没有了 后面就没有了 又要等到秋天才有了 看我的美肚沙 美肚沙 美肚沙还有两颗了 只有两颗了 现在颜色好漂亮 不喷水都这么漂亮 喷水就更不得了了 然后那边还有一盆 只有两盆美肚沙了 一盆美肚沙 我们先来给他 大利盆美肚沙 偶尾 然后再给他 一盆美肚沙 继续 那边 感谢观看